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油箱是不带油箱盖的 如果不带的呢 这种呢 你可以省去这样一个顾虑 那如果带油箱盖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油箱盖如果被打开之后呢 你要把它盖好 盖好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要依据你的这个油箱盖上都会有说明 那像这个油箱盖呢 就是要听到这一个响声 说明它已经盖好 那不盖好油箱盖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台车恰巧它在下面已经写了这个不带 不盖好油箱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它说如果是一个松的没有盖紧的油箱盖会把引擎灯点亮 那这样的话呢 在您的这个仪表盘上就会出现引擎灯 这个发动机有故障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实际很多时候呢 第一个你要检查的就是你的油箱盖有没有盖好 那有的呢 可能这个油箱盖是一次的 那有的可以旋转很多次 你反正你是要听到这个响声才证明这个油箱盖已经盖好 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 你一定要把油箱盖盖好 那第二点呢 我要讲的就是油箱你在什么时候要加油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是讲 在很多说明书上呢 我们看到它有特殊的这个一段 去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加油 那实际上呢 我们建议如果你的油箱的位置已经看到少于四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应该可以考虑去上加油站去加油 那如果油过少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您的油箱内汽油过少 我们知道现在的汽车呢 它的这个油泵呢 都是在这个油箱里面的 用汽油去润滑这个油泵 如果你的汽油没有的话呢 这个油泵呢 就开始空转 它会接触空气空转 那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润滑 它会过热 最后呢 会导致这个油泵烧毁 那油泵烧毁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麻烦呢 因为现在的油泵都是在油箱里 那最后呢 结果你就要把油箱整个拿下来 然后才能把油泵取出来 这个油泵呢 大概会价值五百六百或者是七百美元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人工费 你往往换一个油泵呢 已经可以费用超过一千元 这样一个维修费用 所以呢 我们给您的忠告是绝对不要去 甚至去故意尝试我的一箱油到底能跑多少 然后最后把汽油跑干 最后车甚至停在路上 您一定要在油差不多已经剩四分之一的时候 就要选择加油站去把油加好 那有的观众是讲这个车上都有这个油箱灯的指示 如果你的车没有汽油的时候 你就这个油箱灯会亮 这个呢 已经是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已经车本身都在告诉你 你的油很少了 所以呢 尽量就像我刚才讲的 四分之一的时候 你已经就要选择想到去加油了 那第三点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 如果汽油 有的人就想 哦 那这样的话我要多加汽油 也就是说多加汽油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去加油站的时候 这个油箱我们把它放好之后 它就会往里加 加到最后呢 它会跳枪 它会自己蹦开 那蹦开之后呢 我看到很多人有这种现象 他就站在那儿 去不停地去用手去勾这个油箱 那有些人呢 可能会感觉 我呢 就要加三十块钱 我每次都加三十块钱 所以这次我加了二十五之后呢 我也硬要把这个油箱的 这一箱油加到三十块钱 那这种做法呢 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 那我们知道呢 汽油是一种挥发性的物质 如果在一个敞开的容器中呢 汽油会挥发 那生产厂商呢 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旧款的以前的这种老式的汽车中呢 如果你的油加的过多 这个汽油最后加冒出来的时候 它会通过一个管道 会漏到地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被对这个环境呢 造成污染 那现在新式的车辆呢 它漏到之后 它这个油 汽油过多 它挥发出去之后呢 它会被一个烫罐 活性烫罐去吸收 那这样的话呢 就起到了这个净化的作用 这个汽油的蒸汽呢 就不会再去污染环境 那这个烫罐呢 它的目的是去回收汽油蒸汽 而不是去回收汽油的液体 如果你的加油加的过满的话 会进入这个烫罐 那最后呢 会对这个烫罐 就是EVAC Canister 会造成一个损坏 那这个损坏之后呢 也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有的人可能又要问 说这个如果换这个烫罐的话 这个活性烫罐 大概要多少钱呢 保守的估计 大概是400到500美元 所以呢 综上加油加的太多 加的太少 最后有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 都会对您的车辆造成损害 所以呢 我们建议的 建议您的呢 就是说 采用正确的加油方式 四分之一的时候 去加油 加满为止 加满之后 记得把这个油线盖盖好 听到这个有这个响声的时候 才证明这个油线盖盖好 以免呢 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石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转发 有什么空筹